这段8分钟的视频从空客的发动机零件的断压开始 非常细致的讲解 整个的工艺流程 一直到空客的飞机 从装配线下线 试飞 这个锻造的过程也是很精细 这是锤上磨断 这是叶片的束控多轴加工 现在应该是到了金加工的状态了 这是在磨 再有一些手工的更精细的打磨 这是做磨态测试 这是磨态测试的设备 这是也都是人工在做一些打磨修整 再进行补焊 这个很细致的在进行堆焊的修整 这是做好的成品 这是转轴 这是发动机装配的过程 各种的管路 它这个装配过程的 这个工装夹具设计的都非常的特别 事实上可能也必须这样装 因为它是垂直的 发动机在使用的时候是水平的 或者接近水平的 但它这个装配的过程是垂直的 翻转 这这个整个的装配过程要非常的精准 每一颗螺丝 每一个孔 每一个这个接头 都要非常的精确 这发动机是最难做的 这发动机是最难做的 再把这个风扇这个装上 然后还有防呆的这个能力 就是说这个不能装反了 那这个装配结束之后呢 给它加上 加上这个外面的这个罩子 然后再进行测试 测试之后呢进入这个运输状态 再把它分解 这是复合材料加工 飞机的机体和机翼都大量的应用了复合材料 这是典型的复合材料零件 在装配开始的时候呢 这是卖动式的 就你看前面还有一架飞机 都装配接近完成 那么它在一个工位呢 装一些部件之后呢就往前移动 这是所谓的卖动式 这样的话这个厂房里面可以同时装很多架的飞机 所以这样的装配厂房非常的大非常壮观 我曾经去波音西雅图的装配车间参观过 当然那时候参观的时候是去年 只是在它的那个参观通道上 相当于在楼上在边上走一走 这个飞机里面的就跟就跟房子装修差不多 全部都是模块化的 全部都是模块化的 标准化的 到这一步就开始装发动机 发动机 安装完毕之后 它就有这个 有这个动力了 起楼架试验 然后再那个 再做一些简单的形式试验 然后开始喷涂 最后的涂装就是 涂装就是最后一道工序 按照订单的要求进行涂装 涂装也是用这个机械臂 当然有一些比较细致的地方 还是用人来操作 所以一直到是非 所以这个相当震撼 就从零件到整机 做完就可以飞